大家好,我是洛洛,欢迎收看我的生存故事第41集 我已经是第二次拆地心门了,又浪费了大家十个远古宝石 这一回我要把它立在刷怪塔旁边 先把平台围一圈,省得不小心掉下去摔死了 咦,你猛姐姐,你也看不到鬼吗? 有时候能,有时候不能 唉,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公主,别担心,这只是bug,实在会修复的 再说也是可以刷到星星的,只是项女美女刷得那么高而已 嗯,也只能这样了 你瞧,地心门一抓好之后就亮了好多呢 嗯,这下刷怪就方便了 自欺也来了,那我就先回去了 咦,你猛姐姐坐在仓库已经完工了 还是开放式的,好特别呀 木头,装饰,附魔 植被,宝贝,机械,武器,食物,杂物,沙子,土块,石头,好多分的呀 这下好了,再也不怕东西没地方放了 哎嘛,你是大长脑,你怎么穿得像这小猫咪呀 哎,还不是被二长脑逼的,说穿着这身看着比较有活腻 哎 哈哈,大长脑还真是重新狂磨呀 佩服,佩服 不是说你猛姐姐是个建筑渣的吗 这仓库就建得这么好 我好有压力呀 再看看这个粉色星星的游泳池 是司马建的哟 是不是好漂亮 还有荷花灯呢 我感觉压力更大了 再看看这个豪华版的养殖场 出自于二长脑 如果被我几个哥哥看见的话 肯定就赶走动物直接住进去了 哎嘛,画面太美,不敢想象啊 哎,这箱子里有那么多甘蔗,还有鸡窝 那就先放好鸡窝 然后做一些附魔卷轴,武装一下自己吧 关于建筑,以后跟着它们慢慢学 日子还长着呢 嗯,貌似今天又不是个好日子 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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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 VP Euh,跟耐久二还不错 现场抗性三也还行 耐久一 哎呀,两个耐久一了 姐姐 您给我的星星礼盒太多了 还你一些吧 嗯? 嗯,竟然还有人嫌弃星星太多的,你是不是傻呀,拿着,我查星星的话直接去刷怪塔就好了 我得重新做个能量剑 姐姐,这刷怪塔太浪费时间,我去就好 哎,这小孩可真懂事在让人心疼,以后对他好一点吧 好了,开始附魔 公主,我也分你三个吧 哎,你们这都怎么了 没事,我都有100多颗星星了 哎,好吧 这就是最后升级的结果了 这一次就这样,以后再升 还有几个不错的抗性,也附一下盔甲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朋友,别忘了关注,评论,收藏,加点赞呢 拜拜,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,我们下集再见